因為很悲苦 先出去 進來了 進來進來了 找位置 找位置 走 就 可以 快點 搶位置 現在是戰地記者的狀態 現場轉播,一貞哥 搶在第一線了啦,好棒 謝謝大家來參與我們 聽到個人的聲音 和全世界 和你的電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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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不准試新的事情 你幫助你 全新的電腦系統 照片和照片 照片和照片 或照片 你的電腦系統 可以選擇 兩種顏色 或是新的 白色 可以選擇 1199 好了,發表會結束了 接下來好音好大聲 我們要到後面的地方 在右邊這邊 去使用新的手機 雖然我們都已經用過了啦 但是,那個感覺完全不一樣了嘛 還不能 還不能 走了,走了 手機 手機 在哪裡 快點 等一下,後面那個是在拍什麼啊 大家都在拍 那我跟著拍就對了 快點 想要偷偷完成一件事情 怎樣啊 這個任務我覺得 不能被工作人員感動 有,我來拍 還可以進去 進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剛剛要笑死了 我幫你按一下 最後一張好了 好了好了 好了 你把螢幕鎖起來 然後下一個人打開 就是一隻急娃娃 他不能鎖 啊可惜啦 算了 世界第一位在發表會 就是這種事情 剛平板都已經有了 那手機也順便上了 這個順便 來個兩台吧 本來現場很重要 在用手機 所以應該 應該不會被發現吧 到底在幹嘛 喔耶 我趕快幫你合照 OK 真的是太惡搞了 這就是 最近改影片 趕快咻笑的兩個人啊 到底在幹嘛 本來裡面的情況 差不多就是那樣子啦 一方面太多人 一方面機器也都玩過了 所以摸個幾下之後 達成一些成就 我們就可以走了 那看來現在 已經做好該做的事情 我們就到後面去看一下 有什麼好了 基本上這邊 他們說就是一些造景啦 沒有什麼手機在這邊 你要拍的話就是紀念假之用 喔還是有啦 少量的信機在這邊 就是 讓你白拍用的吧 然後最近這次也邀請了一些明星過來 知道他們到的地方 就會有一堆人在旁邊拍照 錄影那些的 唉 人帥真好 好啦 總之現在九點半了 我們要離開會場了 準備出去跟大家一起團聚啦 我會想念你的安倍的2023 下次就是2024了啦 我看到了 我看到希望了 這個是什麼 啊 我的 炸劫嗎 對 大家都在流 於是我們就這樣子 抱著齊悅的心 回到房間裡面去了 真的是有兩個來這邊最大的目的達成的 第一個就是我在來韓國之前就想做的 拍到最新產品的雞娃娃照片 第二個就是 他們真的有看我的影片 在我來韓國之前就一直說 一定會讓我知道 謝謝你 謝謝觀眾們的提醒 我 準備要開動囉 不要懷疑 現在 又過了一天了 最後一樣的開頭啦 但是就 有一點不一樣的東西就是了 除了今天的打扮 又是這種風格 配上 這件褲子之外 我們先到廁所 來看看一個東西 一 二 三 噔噔 不要再用這個 反正 對啊 就拿到這支 Galaxy Z Fold 5了 這個是 借測的手機 到時候就會出一部評測來了啦 那我也不知道是 這部先發 還是那個評測先發 總之 對 大家再說聲謝謝三星 好 可以讓我這樣子這麼提早拿到 你們看過影片當下 可能不會覺得很早啊 但是 這支在發表會後一天而已耶 那大家要好好拿這支出來秀一下的啊 不然呢 反正今天我是決定說 今天出門的某些照片 我們就拿這台Z Fold 5來拍拍看好了 今天要去的地方嘛 其實也跟三星有一些關係 應該說 直接的關係啦 就不是什麼遊樂園之類的了 但應該也是一個 蠻好玩的地方 以我的小時候來說 掌聲各位就 拭目以待吧 GOGO 雖然有一種這種開頭 已經用了萬念的感覺 有點尷尬 好 吃完午餐我們來到這個地方了 這個地方是江南的一間 蠻大間的Samsung 你們從這邊應該已經看得出來了 這個規模很 哇 然後現在外面也是一堆穿著 它上面寫著 Join the flip side的衣服 他們好像是 叫做Samsung Members這樣子 就是他們 有點像是VIP的會員 換個說法 可能就是頭號新粉之類的吧 他們好像都是包車進來的 也是跟我們很像啦 而且你們看旁邊建築物 江南地區就是長這樣 各種繁華的東西 那今天出門的時候 我才發現忘記帶到 iPhone的充電線了 雖然說 它的續航力應該是夠 不過如果是我 又要用又要錄影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點擔心 所以乾脆接下來 就直接拿這台來拍照錄影吧 我發現他們這個防盜系統 還蠻棒的耶 不管是手機還是平板 他們都是無線的 可以讓你直接這樣拿起來 然後後面有這個防盜裝置 應該就是可以 依照你的位置去做判定 或是說 他門口有一些東西之類的 反正就是 如果你帶離這個門口的話 他就會開始想 然後平常用完的話 就是把它給這樣吸下去就好了 而且手機的話就更小一個了 他們就直接是一顆的 背面的話就是什麼都沒有 你拿起來試用 就可以體驗到 他們真正的手感這樣子 那我們就到樓上去吧 那這個地方 中間還有一個 是王美牆的概念嗎 中間他就是長這樣子的 有一種神聖的感覺啊 這就是信三星叫的結果嗎 然後旁邊有一個投影的地方 展示他們各帶的手機 然後上面是用這個 應該是Freestyle來投影的 然後座位就是各種的 Galaxy Galaxy 你看他樓圈有多少 從B1到12345 五樓耶 五樓的話不算啦 他算是辦公室 只是你也可以到四樓這邊去 然後樓梯都是用這種旋轉樓梯的形式 就來看一下二樓有什麼吧 他們這次的主題真的都是跟摺疊有關的 也就是這次Unplay的新的重點嘛 Dream the flip side 所以你們在這邊就可以看到他們各種以前的摺疊機 對雖然以前摺疊機的概念都跟現在不一樣了啦 但也算是摺疊機嘛本質上 然後他這個地方就是展各式各樣以前的摺疊手機 而且好像都是可以用的耶 比如說拿這個2002年的好了 這樣子打開 哎唷你看都是可以用的 這次主打好像就是雙螢幕吧 就是內外都有 其實現在磁裡手機也都是這樣啊 然後裡面也有一個彩色的螢幕 這個螢幕大家當時來說應該也算是很正常的 好酷喔 居然都還可以正常使用 接下來這一台 他們應該是主打的大螢幕吧 還有一個130萬號數的相機 下面這邊還有音樂播放的控制鍵 旁邊就是各種按鍵 不要像現在手機這樣子進鍵了 裡面的螢幕 對 這以當時來講確實是算大的啦 而且它是方形的耶 這一次的話好像是比剛剛那一支還要早期的耶 剛才查了一下發現 它好像是主打可以靠這個按鍵來自動開起來 但其實剛剛有試過了啦 就沒有辦法 不知道是因為它有問題還是什麼樣子的 無論是長按還是要按一下都沒有辦法自己開起來 因為它外面的這個燈還一直亮著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這個是2006年的 外面的這個螢幕比較小 不過它有一個蠻大的特色 它螢幕是可以這樣子轉轉轉轉過來的 單手是有點難操作啦 不過它看起來就會像這樣子 後期不是很多手機像Shive這類的也有這種功能嗎 因為它們的螢幕是更長的就是給你看劇用的 只是這還是2006年啊 這個也是一個很酷的概念 然後同樣也是可以開機 然後這支啊 就是我這支一直很想要看到的 昨天我們不是有看到這個Flip系列 從第一代到第五代嗎 我那時候就會想應該也有一個Fold系列啊 那這邊雖然只有展第一代啊 但是我想看的就是第一代了 因為你看這個One螢幕 喔 年代感 實際上我想到當時去CES的時候 也是一大堆在排隊要玩這個Fold One 因為Fold One也大概是2019年底出的嘛 有沒有是2019年9月啦 只是因為這種概念真的是太驚奇了 所以當時2020年初去CES的時候 還是有一段時間在拍這個要玩它 我們自己來比較看就知道了 左邊是一代右邊是五代耶 這個One螢幕的戰品差太多了啦 以前這支就真的是有一種詭異的感覺 它上下邊框太寬了 這應該也是因為以前技術不足所導致的啦 那如果我們這樣子打開來的話 就可以發現 它整個腳鏈的設計也都完全不一樣 以前第一代的時候它是會這樣子的喔 這個不是有問題的 而是它原廠就是這樣的 就是沒有辦法好好的宣聽 它就會這樣子翹翹的 然後真的這樣子打開才會停下來 這樣子才是穩的 它就有一種以現在的觀點來看就是 有點詭異啦 好像是它出問題了 但其實不是 而且蓋起來的感覺也不太一樣了 這是它蓋起來的聲音 比較空虛一點 不像現在那麼的紮實 以下現在的你們就知道了嘛 你看隨便一個角度都可以這樣子全停了 然後蓋起來的時候就是這樣 很安靜 這感覺真的太特別了 而且以前拿著這個人真的很少 因為以前賣非常的貴 這種概念是非常新奇的 所以你不會覺得它這個腳鏈怎麼設計成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它們展開來最後的樣子 可以看到它的大小 以現在來看就是比較寬了啦 我們直接換成白體的外面這樣 讓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呵呵呵呵 你看看啦 這個是現在的螢幕下鏡頭 這個是以前的超寬瀏海 以前這種斜的瀏海 其實真的是還蠻特別的 它裡面是有內建兩顆鏡頭的 一個應該是側距鏡 就是像S10 Plus那樣子 而且讓我比較壓抑的是 它的狀態也是像現在這樣子的 就是Android 12L的樣式 因為它的系統版本應該也是Android 12的 對啊你看 它是可以更新到蠻新的 而且它的側面啊 指紋辨識跟開外線是分開來的 是因為當時專利的關係還是技術上的關係啊 我覺得應該是專利吧 然後它的相機一開起來是這樣子的 從第一代的時候就有三顆鏡頭了 或者是後鏡頭啦 那就是兩倍望遠一倍跟超廣角這樣 前鏡頭的話就是像之前那樣子啦 只是畫質的話應該會好一些啦 好不然就幫我拍一張照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對反正這個精細度應該是會比現在的螢幕下的鏡頭還好好 欸?前面是台? 對就是傳說中的OLED G9 這個當時台灣有發表會啦 只有那個時候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就沒有去了 但其實我還蠻想要這塊螢幕的 我自己本身就在用32比9螢幕嘛 然後它又是OLED的話 整個顏色顯色應該也會更漂亮 而且我剪片那些的也需要這種需求嘛 雖然說OLED材質嘛 所以烙印那些的問題也是需要克服一下 只是啊對相信三星 我相信它是可以偷一些方式來克服的 所以將來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 啊可以介紹一下 哇新上樓去了啊我剩七分鐘了 哇還有兩樓欸 上面的範圍好像就是比較chill的那種 它就是有咖啡廳啊 啊不對咖啡廳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在這邊坐著去工作啥的 整個風格也是非常之三星的家電 這裡還有各種各種各種各樣的保護殼 哇真的很多種啊 他們還有這種跟寶可夢的聯兵款 這個就是the freestyle投影機嘛 它就外面有這個盒子 看這裡應該是還可以客製化保護殼的樣子 好這邊就圍著一大堆人 好啦我要上去了 我們只剩下四分鐘三分鐘的時間 可以看這個四樓 我還要下去咧 這邊寫著open playground 我們就看一眼就好了啦 究竟什麼是open playground呢 其實就是像這樣子啦 一個比較開闊的空間 讓你買一些配件啊 或者說用他們其他的東西 這邊還有一個flipside market 跟旁邊這邊讓你玩遊戲的地方 這個就是他們在用OLEDG9 來玩遊戲的過程啦 沒有時間體驗了 我要下去了 反正就是這樣子 掰掰 好啦接下來我們到一個 比較local的地方了 但是對繼續折疊 其實一想一想就會發現三星在這部分真的是 繪畫了非常多東西 你想想這些場景等等的都是要在unpacked發表完之後 馬上就要開放給我們這些媒體的 在這之前都不能夠有一些什麼leaks啊啥的 像是剛剛的那個店跟現在的這個地方 你看這麼多支折疊機什麼的 都要在那個之後就擺好 除了他們前面有什麼布幕拉起來 就是不讓外界的人看到啦 但是這真的也是很大的工程量耶 不過我也是老化IG啦 那家是三星 有Coco啦 什麼都做得到 好啦於是這邊就是這個flipside market 但是其實對面啊 還是三星的領地啊 不是啦這種就是類似快閃電的概念 他們可能就是會擺在這邊幾天 專給媒體用的 不知道這會不會開放給民眾用啦 但是目前的話都是要看識別證的 想吃壽司嗎 我們這邊有很多折疊的迴轉壽司給你挑 不是這邊真的很酷耶 你們看一下 它這邊就是各種手機的輸送帶 然後應該是有軌道的 上面這邊就是會從這邊進來 它這邊還是用螢幕的方式咧 你看他們的位置都對得蠻好的 應該吧 我來看一下 白色的折疊進來 然後它會被塗成有點 黃色金色的樣子 然後再出去變藍色啦 不是啦 上面這個應該就比較準了吧 手機進來裝箱 然後出去的也是箱子 偷偷看一下裡面的構造 它是有這個轉彎的設計啦 不是真的從裡面那麼快的就裝箱 這邊還寫著Durability 然後就是我們之前在三星總部看到的 類似就是像這樣子 就真的有像這種機器 然後再反覆摺疊他們 就是以他們的轉軸堅固度嘛 然後就有一種他們正在健身的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機械手臂正在幹嘛好了 這個手機停住了 然後 它還會在旁邊吸個東西上來嗎 哪一個類似板子的東西上來 它是要幹嘛 欸 喔 只要給我們看這個了 然後板子放回去之後 它應該是會蓋在我們的手機盒上面吧 看起來就知道了 欸 蓋上去之後 本來是全黑的嘛 這樣子亮了 然後放上去之後就換顏色了 哪 哪 哪 對啊 其他的盒子也是這樣子欸 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啊 但他們剛剛有說啦 這種製造的不是真實的狀況 就是你實際上出廠不是這種流程 其實真的很酷欸 而且 我在意的是 那你要準備多少這種空白的盒子給你印啊 因為它就是這樣子一直輪的啊 那你這個空白的也是要空白的才可以這樣子吧 然後他又要拿另外一個起來的 好啦我們知道了 謝謝 你可以專心印尼的顏色不要給我們看這個嗎 然後就是它旁邊的櫃子 前面有放這個 然後我手這樣往前的時候 拍一下 對它就拍照了 然後旁邊就是類似像擺攤的地方啦 來看一下裡面放了什麼東西 反正八成也是手機 對 除了手機之外還能用什麼嗎 這就是為什麼說他們真的是非常用心啊 你看連這種東西 他們都要伸出一個圖片出來 為了擺這個場景 就是不來給我們這些媒體看的啊 那我們當然就是盡自己所能的幫他們曝光啊 他們都那麼辛苦了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地方了 它也是擺了一個小小的攤位在這邊 應該是真的有賣什麼吧 然後在旁邊的這些牆壁 他們都印完這些海報了 沒有錯 沒有一個不是跟山西的折疊相關的 就這樣子啦 出去吧 還沒耶 隔壁這邊還有類似雜貨物店的地方 但是開門走你就會發現 什麼雜貨物店裡面也是各種折疊手機的地方啦 但這種地方應該就是一般民眾也可以進來的啦 一個月畢竟 它應該就是跟某個店家合作 所以他們提供的食物也是照常提供 不管是我們媒體還是一般的人都可以來這邊買 順便欣賞一下三星的折疊機啊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宣傳 對 他們人在旁邊聊天了 然後突然看到蘋果上面好不習慣喔 來到要吃晚餐的地方啦 你們看現在天空還是亮的 不過我之前有說到嘛 韓國好像是比較晚才天黑的 但是沒有 現在是真的只有5點多而已 旁邊這邊是高爾夫酒廠是不是啊 好特別喔 那旁邊就是餐廳了 真的耶 你看這邊一堆人都在打高爾夫球 所以我們的頭上就是會有一些高爾夫 知道他們不會掉下來啦 這家餐廳各位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就是我們之前韓國興也是有來過 好像也是最後幾餐這樣子吧 只是這個地點不一樣 而且內容好像也不太一樣 反正就吃吧 我現在完全不餓 好啦 吃完晚餐了 現在是接近天黑的狀態 然後還沒有天黑 但是已經快到8點了 想到明天的現在已經是在台灣了 而且已經回台灣一陣子了 就有點難過 欸 我明天真的是蠻早就要回去耶 我們是下午1點的班機 意思就是我們在飯店吃完早餐之後 就要搭車到機場了 看來今天晚上真的是要給他 稍微闖一下了嗎 就像之前那樣子 因為今天真的沒有什麼時間啊 接近8點 好啦 我在相展看好了 先上車回飯店拿個東西 是的 回飯店了 現在的時間是8點半左右 那我是把那個困擾模式給關掉了 所以照理講他應該是有幫我整理好 對 沒有錯喔 這個床都鋪好了 看一下這家飯店是什麼整理的 首先桌子這邊 他們也是沒有什麼動過 這個跟之前的GW一樣 心理槍是我自己蓋的 因為這樣子開起來給大家看也不好 然後袋子什麼的都在這邊 護照他們當然也不肯拿 廁所的話我們來看一下他們是什麼清潔的 毛巾都有鋪好了 我不知道我都要放在這邊充電 我原本我是放這邊啦 後來他就放在角落了 然後吹風機把我拿出來的 後來他也是收進去了 其他東西像是這些毛巾的 然後馬桶旁邊這邊的衛生紙也折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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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垃圾桶應該 對 也是乾淨的 走著我們等一下應該就是跟那些團員們 去買一些東西啦 然後我自己應該會拖隊 然後去拆我的點 畢竟現在時間還算夠嘛 所以首先我要先去買我的T-Money 然後盡可能的早點過去 因為要搭到公車 反正差不多就是這樣子啦 那我們就放點東西再跟他們聯絡吧 好啦 那我先過去啦 掰掰 明天見 掰掰 對 剛才跟他們分開了 他們的行程就是三家便利商店啦 去三家不同名字的 那剛好在第三家完之後 他們要回飯店 然後我離公車站排很近 等一下呢就是搭公車去 坐大概二十幾分鐘 然後走一小小段路 就到我們的機廳了 原則上那個機廳應該是開到半夜兩點啦 我看地圖上是這種寫的 當然是不確定 而且我要打應該是不會打到兩點那麼晚 然後我這邊T-Money已經買到了 剛才便利商店買的 除了大概一萬元韓幣左右 大概是台幣的兩百十幾多塊 總之我們就等唄 現在的時間是大概 九點四十幾分 快到十點了 去那邊打完回來之後 我猜應該也是跟上次差不多吧 就接近十二點 前提就是不要迷路啦 我相信只有很多觀眾都在期待的 但對 只有我一個人的情況下 迷路這個真的不是好玩的 好下車接著就照著路標走啦 其實就真的很近啦 然後現在時間是十點零六分 就稍微打一下就離開了吧 哇靠這個才是真的韓國街頭啊 這就想起之前韓國行的最後一天 的最後一個行程也是來到類似這種地方 很像那種西門徒步區的感覺 這種地方就是晚點打完機台之後 也可以來附近逛逛的那種 雖然有可能再晚就沒有公車可以搭了啦 但是對 不來不來嘛 最後搭建設也是可以的 看地圖說差不多就 就在這前面了啦 旁邊有沒有看到 好大一間啊 那這個地方的話感覺就是 比較綜合類型的機台店了 我們上次去的那家就是比較偏向 因為遊戲機台嘛 那這個的話就是什麼都有 跟我上次巴黎島去的地方很像 然後洗衣機的話就在這個地方了 我們來看一下有幾組吧 也是只有一組而已是不是 可是看起來沒有很多人在排隊啦 那在我排隊的時候先帶你們導覽一下吧 旁邊這邊也是音樂機台啦 這邊是SDVX 這邊的音樂機台其實也算蠻多種類的 應該說韓國的機聽生態就是這樣子 雖然不多家 但是如果有的話它就是很大家 這邊是各種都有啊 2DX 中二 Jupiter 還有Pup人都有 基本上都齊了啦 鋼琴 然後挖卡也都有 太古達人 這邊也都是 還有各式各樣我沒看過的機台 這邊還有嚇人的東西 所以韓國也有這種卡拉OK包廂 還有馬力歐賽車的街機板 跟各種東西啦 反正就是 很大家 然後不要緊張 我說都齊是真的都齊啊 這邊也都有 太有類型的 然後兩種Gitadora也都有了 還想打一道 不過還是排隊啦 所以先到外面先晃一下好了 這種地方應該也是 越晚越熱鬧嗎 至少不是像那種 八九點就關門的啦 他們應該也是會有很多店都是開到半夜的 現在是已經快到十一點了 我有點好像不太在意我該怎麼回去的樣子 然後前面這邊就是走到底了 我們等一下往回走的時候 就給各位聽一下純的街頭聲吧 現在怎麼講 景物是還不錯啦 只是有一點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他們路上的垃圾很多 到處都是垃圾袋 然後這邊是有他們的定性商啦 只是我現在已經不太想走進去了 自從去了Unpacked那種場合之後 當然完全是不同性質啦 但是對 不想進去 然後我剛剛又轉個彎了 想說應該還沒有那麼快到啦 就在這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繞個一圈好了 總之就這樣子打完兩道機台了 現在的時間是十一點二十分 我們隔天是早上的十一點要集合 在這之前我也要先吃完飯店的早餐 因為我這幾天都沒有在吃的 有點可惜啦 所以即使睡不飽 呃...註定睡不飽 我還是得去吃 所以我們就回去吧 至少慶幸的是我剛剛查了一下 還有公車可以搭啦 欸不對啊 剛到的時候4212就走啦 我要搭的班是4212車啦 他這樣就走了 那我就只能等下一班啦 好啦各位不用那麼緊張 我不是搭錯的車 是他這個路線要轉車 等一下我要搭3217號車啦 所以就在同一個地方等就好了 我沒有走錯啊 這個方向是對的 如果你是希望看我迷路的人 那你可能要失望了 因為我是絕對不會迷路的 欸不是欸 我好像走錯路了欸 哼 踩過來 就在這裡了啦 而且飯店旁邊呢 就是我們熟悉的Corex了 沒錯 就是前幾天 商星Unplex發表會的地方了 也是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啊 現在感覺沒有測的差不多了啦 什麼Unplex的影子都沒有看到了 不過第一次歷領Unplex的這種場合 真的是 蛤 永世難忘 各位應該也有注意到啦 我前幾天晚上要睡就直接先睡了 沒有再講什麼睡前心得了 因為都在趕片啦 真的是蠻累的 也就沒有什麼想要講的 趕完片之後 基本上就是直接躺床了 不過要說有什麼心得嘛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感謝三星啦 而且這次的行程真的是跟上一次差很多 你們看到的這邊應該也這麼覺得吧 覺得雖然有很多時間讓我們回飯店的房間 但是我們要做的就是趕那些影片們啊 真的就沒有什麼時間去到處跑 應該說你要到處跑也是可以 但是我的職業就是趕片啊 我來到這種場合我當然就是想要把各種新的東西帶給大家 所以我是趕得蠻開心的 但也相對的 而且比較沒有什麼自己的時間了 直到今天晚上才比較有空 但也不錯了吧 你看還是出去玩啦 這樣子也圓滿了不是嗎 雖然看來還是比較沒有機會去享受到飯店的一些設施了 因為現在11點多啦 我隔天又要這麼早起來 雖然說還是有一點想要過去啦 所以 唉 我們要嗎 不要 我累了 所以我每次這樣講之後我就會傲嬌是不是 不會的 這次我不會當這種人 沒有啦 我回房間之後就已經12點了 然後懶得氣場就破來了你知道嗎 所以 飯店設施就這樣子吧 等一下整理完東西 然後 就去吃飯 不是不是 先去睡覺了 先洗澡 呃先 算啦別想講了 說東西了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的10點12分 我 我記錯時間了 我還會計錯時間是11點 所以我就超級超級匆忙的整理行李 馬上衝下去 呃 對也就是說 我這次韓國的旅行呢 完全都沒有吃到飯店的早餐 不要說飯店了啦 連個早餐都沒有吃過 就 下去吧 啊總之我們就是到機場這邊了 今天太陽是真的超大啦 天氣算超好的 好到我都發警報了 對 聽說啦我那個時候手機還沒有開機 就是10點整的時候 他們有發一個 算是公共安全警示吧 反正也是那種手機沒有關鍵的話就會想的 裡面的內容大概就是說 啊這個溫度有到35度啊 就請注意一下 這個紫外線什麼的 還發兩折 一個35度紫外線 週末會發警報的話 台灣的話應該是每天都發的吧 雖然說對啦 緯度的關係啊 韓國的35度 然後紫外線那麼高的話 可能會比較少見 所以就要讓大家注意一點 但是韓國真的是太會發警報了 他們連這個告示的 都是用QLED的8K嗎 我來確認一下 因為我剛剛看解析度確實是蠻細緻的啊 這個型號是 OK 好我等一下來查 還真的是8K耶 哇靠 一個機場 哇 好吧 這三個 擺的數量還不是一台而已 上二樓了 還是這樣子 目前我們來時間還蠻早的 還沒有到可以報到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 先在上面閒晃一下 反正確個東西之類的吧 雖然應該沒有人像我也沒有吃早餐啦 就剛才又發了一個公共安全警示了 這應該是小孩走勢的訊息啦 發這個算合理 那是一發一個天氣 想要天氣 今天的話算是台灣的颱風天耶 就是那個叫什麼的 什麼蘇瑞的 算是好幾年來第一次真的進入台灣的颱風吧 但是看來搬機是不受影響啦 回來的時候應該颱風差不多飛走了 現在就會覺得有點可惜了 上次從韓國回來也是碰到颱風 但是那次也是沒有 就是都沒事安全的回台灣 但那一次的話就是真的希望可以回來 因為我還有Comfortex要趕 但這次的話就是 好不想回來喔 對 寄完清理了 然後就被交去小房間了 完全莫名其妙 不知道在幹嘛 幫我們還買了一堆泡菜跟辣炒年糕 好重喔 而且我的寒冤真的是永遠都化不完 等一下我們要去的是39號登機口 那其實就在附近了啦 已經一直往前 應該沒有什麼東西要買了 好嗎 好嗎 好 你們喔 沒錯 很久了 於是就這樣子出機場了 我是生平第一次夏季是在雙山機場 之前搭VG好像也是沒有在雙山機場過啦 但就是一個蠻特別的體驗 不然我之前這樣子搭VG台灣之後 應該就沒有什麼話好說了 但是這次就對還蠻新奇的 有人在雙山機場出去是這樣子的啊 好啦兩集的漢國新續集就這樣結束了 廠商他們規劃的就是蠻標準的初賽行程 但也不錯啦到了許多平時根本到不早的地方 也拍到了一堆有意思的東西 不愧是三星整個規劃超級齊全 而且我這邊有一些東西在漢國的時候忘記給大家看了啦 這些可說是來自三線的土產吧 不知道是不是全部啦 反正總共就是在這裡面 有這個酷似摺疊機的小風扇 它就是可以這樣子摺起來 還有這個看起來像是手帕的東西 然後上面也有印著Samsung Galaxy 還有這個LEGO的小人物 上面應該是寫著江南吧 我不知道 然後這個扇機也是有的 可以讓你吃暗風 而且它這邊就是一個Z Flip 5的模樣 再來就是這個十分精美的邀請函 上面寫什麼你們就第一站停看啦 還有這個也是Z Flip 5標準薄荷率的雨傘 再來這個我又有點不知道是什麼啦 有點像是你放筷子跟湯匙的東西吧 然後背面也是寫著Samsung Galaxy 再來這個紙箱嘛 外面也是這種樣式的 只是裡面是什麼 變條紙啦 它外面就是長這個模樣 然後裡面就是各種紙張啦 所以才做到Samsung Galaxy Note 你要這樣解釋也不行啦 然後這個東西應該就是小鏡子了吧 外面長這個模樣啦 然後是做的真的可以折疊的樣式 然後打開就是 對 這樣子啦 再來這個就是各種貼紙了 信仰貼紙啦各位 這兩個應該就是代表著Fave跟Ford的主題色了 然後還有最後這個東西 到底是什麼啊 很神奇耶 因為我在韓國是真的沒有打開過 到現在一個月後也都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喔 看來是類似相分的東西啦 只是實際上又怎麼用它 我這邊還沒有研究出來 不過是真的有香味的 啊 我大概知道了 不是香氛 是應該是用護唇膏吧 對 它兩色可以分離 然後這樣子擠出來之後 它就可以插你的嘴唇了 反正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這三星真的是送了特別多東西 這產品老實講 有些我應該用不太到 那可能之後就用抽獎的方式送給你們吧 總之各位就繼續關注就是了 反正就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喜歡這種 雖然是出差 但還是加了一點個人行程的旅行紀錄 你說該不會接下來又要出國去了吧 嗯 還真的是 但那就是10月底的事情了啦 而且我還蠻確定那邊是沒有我要的機台能打的 不過也沒關係嘛 無論如何都盡期待囉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把它拍下來了 掰掰 訂閱 按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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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